关注一经风水,找到成功秘诀 大家好,欢迎来到一经风水学 今天要给大家分享的是 格局越大的人越能成就大事 我们常说格局大小能决定这个人一生的命运 而一个人的格局主要体现在眼光,胆势,胸襟等方面 人这一生没有彩排,每天都是现场直播 你只有走好每一步路,演好每一场戏 才能真正主导自己的人生 它好比一盘棋,所谓一步错,皆满盘皆输 因此想要赢得这场棋局比赛 就必须要想好每一步该如何走 何时该舍足保车 这都得规划的分毫不差 俗话说烙饼再大,也出不了烙他的那口锅 每个人的未来就像这烙饼一样 常被局限在锅里 这也就是我们所说的格局了 一,心胸宽广,多量四海 看一个人的格局,先看他的心胸如何 格局越大的人心胸越开阔 他们不会被琐碎的小事所烦扰 更不会被外界环境所影响 君子和小人的区别往往就散于格局 小人心胸狭隘,事实都斤斤计较 稍有不顺心,还会在背后搞小动作 以解自己心头之恨 这样的人太可怕了,一定要远离 清康熙时期 有位官员叫张英 他家中因为宅基地的事情 跟邻居闹得非常不愉快 当家里人写信告诉张英这个情况后 他随即开导自家人 俗话说得好,远亲不如近礼 有个什么事情,邻里之间能够方便帮衬 万万不可闹僵了 再说了,因为几尺地把好邻居弄丢了 不知道,让他三尺又何妨呢 家人听取张英的意见 不再与邻居相争了 邻居那家人也意识到自己的错误 同样让出了三尺 就这样两家人兵士前嫌又和好如初了 晚清时期的曾国藩和左宗棠也是如此 两个人共事 因性格不和常常争的面红耳赤 左宗棠还总说曾国藩的坏话 但尽管如此,曾国藩在左宗棠征战西北的时候 不遗余力地帮助支持他 左宗棠因此被感动,彻底佩服曾国藩的为人 有道是宰相肚里能撑传 所谓格局越大的人越能成就大事 二,明白自己想要什么 有大格局的人不管到什么时候 心中都十分清楚自己的想法和目标 使之不渝从一而终 有大格局的人不会被外界所干扰 一心都在实现自己的目标上 其他的都无关紧要,正所谓成大事者不拘小节 这里的小节指的就是无关紧要的事情 王阳明曾说过 持智如心痛 那些拥有远大报复的人就像心痛 一心都在痛上,难有时间和心思去管其他 曾国藩在儿历之年深刻认识到自己应该做一个圣人 于是立下大志 在做官过程中几经波折 当他遇到人生低谷时 不少朝中大臣都因为曾经的小事谩骂曾国藩 曾国藩官复原职之后 这些人都畏惧害怕 担心曾国藩会报仇 然而曾国藩从来没有报复过 既然决心要做一个圣人 就要不为此所动 自己想要的他人无法改变 与自己远大志向无关的 自然就不必理会 世间万物,强求无用 是自己的跑不了 不是自己的怎么争强也没有用 最好的方法就是做好自己 修炼自己 将时间都用在提升自己上 三,有想法,有主见 很多人最终无法成大事 归其原因还是格局太小 主要表现为做事犹豫 没有决断 项羽设下鸿门宴 范曾在席间多次示意项羽 刘邦此次志向远大 如果今日不出 后患必定无穷 然而项羽犹豫不决 拖延此事 范曾无奈 找相装武剑意图杀死佩公 即使如此 项羽还是没有决断 最终使得刘邦寻找机会逃走 自己落得个自稳无疆的局面 凡事都要有自己的想法和主见 避免因为犹豫而错失良机 除此之外 还要学会未雨绸缪 古语有云 凡事欲则利 不欲则废 凡事都要提前思考清楚 考虑好因果关系 看清事物之间的种种关联 等到做局断的时候 才不会犹豫 若你能做到以上所述的三点 那你的格局自然天成 命运将发生改变 本期节目就分享到这儿了 如果您觉得这个影片不错的话 请给我们点赞转发 同时在影片下方留言 告诉我们您的看法 还没有订阅我们的朋友 一定要记得订阅 我们下期不见不散